大家好,歡迎收看今集的網上講座 今集的嘉賓請來南方東英資產管理銷售及產品策略部ETF策略師李逸林小姐 歡迎Barbara Hello,大家好 我們還有要財政圈研究部總監職耀輝先生Stanley,你好 先跟兩位談談市場,因為暫時看到恒指的表現沒有大變動 但現在市場集中的焦點都是不外乎疫苗或紓困方案等等 紓困方案其實都是今個禮拜的焦點 分析說現在的機會都是一半一半 問Stanley,你覺得大不大機會有這個方案出來? 這個方案?講了很久了 是啊 不過問題是現在究竟有沒有? 都真的回不了 現在最新好像說是斬變息 好像說有些批,有些又不批 但是美股又真的你可以說是因為這個消息 都是有炒上炒落的 其實最近都是這樣的 甚至乎你說星期五都是這樣的 星期五原先的美股的表現都是一般的 但是好像那個方案是延期再談 要約再談久一點 所以美國轉過頭,你見到 道指味又好像表現又好一點 所以這個消息,我程度上 對於這個大市,特別是美國的氣氛是OK的 不過我反而突然覺得 就是當這些事情真的可能是談妥了 甚至推了出來之後 有機會要犯高潮 因為美股其實 我程度上你這一陣 你真是有理無理 不斷炒出這個消息 你想想過去的時間就是 當你有消息的時候 當然就炒上去 你沒有的時候 轉過頭 突然間又說有些衝擊又說有了 就是這個炒作 在過去這兩三個月的時間 不斷重複這個動作 所以當這些東西可能定下的時候 反而我覺得 美股大家是要小心一點的 而且上個星期你都見得到 其實你說只有Dow去升 Dow升的原因 最主要都是見得到 迪士尼的價格打了上去 但是你看到好像納斯 你看到像S&P500這些 那邊都是不一般的 所以我覺得也是那句 有些消息是我程度上 好似是正面一點 但是呢 又沒有太過調議輕心 嗯 好 其實市場這陣子 都是不外乎炒出這個消息方案 和疫苗的消息 炒上落 都想問一下Brabber 你們那邊又怎樣看過後市量 其實我們看回 就是說 如果我們都做了一些市場分析 亦都是留意一下 雖然是有一個疫苗消息 之前對於究竟有提振的作用 但是最近幾天就已經開始有些 試驗者 就是試打這個疫苗 但是可能是對於皮膚的反應 又或者是本身身體的狀況 又未必真是這麼理想 而且就是大家都會留意著究竟 彭斯和特朗普都會去試打這個疫苗 效果會是怎樣 大家都會當然會留意他們兩個 這個比較重要的政治人物 都會去接種的時候 會不會是有些什麼的影響 或者是會不會真的幫到這個疫情去做一個舒緩 這些大家都會去留意 因為始終都會影響著後市的發展 嗯 好啊 但是疫苗消息其實相對上 對於科技版塊 其實就是有些利淡一點的表現 因為近來都見到 無論港股這邊 其實那個譬如美團 ATMX的表現都是差少少的 另外今天最近都見到一個消息 就說中央政治會議 又提到要強化反壟斷 今天見到美團阿里巴巴又再跌 問一下這個版塊怎麼看 剛才都跌了很多 看來阿里跌得好像 好像說謊話地多 因為它已經跌了一點 對 已經跌了一點 沒有啦 其實沒有的 好像你今天這個消息 就是那個中共中央政治局 那個出來的消息 你預料一定是有些震盪 特別是因為你見到 在金融也好 就是之前你見到 買集團 上本市行業這樣計 另外好像現在 就是因為之後應該到這個美團 這些外賣平台 你看到它很明顯都是 鑽著的了 所以變成今天這個消息 令到這批股份的股價跌都正常 不過你說 就這樣說 一會而已 你講一下就會跌 但是當然 平心而論 各種股份 你說那個表現 是真的會差一點 是 你見到我之前 你說 我買騰訊都買美團 那樣而已 那樣而已 所以就變成 大家是沒有 要懂得選 但是如果你說 科技指數 其實都沒有辦法 因為始終你見 以今年來計的話 年初至今的彈幅 其實不是小 所以變成 你有一陣子的時間 開始 有些調整 我覺得都很正常 好 我也問Berba 其實科子的後事 你們又怎麼看呢 科子其實或者是這些科技板塊 科技公司 其實我們南方東英 就不會說看得太淡 因為始終 雖然說疫情總有一天會過去 但是這些科技公司 始終他們的基本面 他們的業績來說 或者他們的廣泛用到的程度 其實已經越來越高 雖然就是說可能內地那邊已經是復工復產 疫情已經是緩和了很多 但是你看到美團的業績 數據等等 都不是說做得太差 所以就不是說疫情過了 大家不再叫外賣了 更加是一些消費平台 其實仍然是會有 過了雙十一 現在又來一個雙十二 其實都會刺激他們內循環這些消費 好 但是說科子 都想起南方東英 有隻3033 其實最近的資金流的表現又是怎樣 我們看到如果你看回11月份的時候 我們看到在這個月初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流出的 其實因為當時科子已經上過8000點 看到有些投資者是獲利的 但是你看回當這個反平台壟斷的消息 出來之後 科子跌回到8000點以下 而ATMXJ都一直跌回的時候 反而看到投資者就多了去吸納3033 我們這隻科子的ETF 因為始終可能就是 如果大家斬了阿里巴巴的時候 未必夠膽再進 是的 或者是說你不知道它跌到什麼時候 反而就是趁這些低位去打回 建回倉線 用一隻科技指數的ETF去做 到可能看到趨勢已經好回來的時候 大家才去吸納一些個股 始終你撈也有個個股的風險在 是 問了Stan 你其實3333是否適合長渣 長渣適合很多 因為始終是 未必須問得對的 就是某程度上你說現在 這個叫科技指數這件事 某程度上就是 因為給一些可能你本身 你不懂得選科技股的人去買 是 因為老實實 如果你是以個股來計算的 那好像你說是以這一層為這一層為底 那你又哪一隻好呢 就是你問我哪一隻好 買中小買就好 小買就好 但小買我就不買它 是 是 你如果在ATMX裡面選擇的話 其實你 你要選擇 你選擇 就這樣說 就像騰訊為例 你說它好 但它要跌了怎麼辦 就是這樣 但相比之下 你買指數的 你煩惱很多東西 你不必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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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買一個穀買下去 它跌又不行 起碼你的指數現在 所以說來計算 衝長線來計算的話 應該按照你不會太差 是 但也想問一下BlaBla 因為其實拿著3033 會不會怕它那些波動性很大 很發 那我們都可以看回 給投資者了解一下 就是特別是大家現在 除了會留意恆生指數 或者國企指數之外 其實都會留意這個科技指數 大家都怕科技股的波動性很高 究竟直播率有多高呢 我們看看PPT上面 如果我們看五年來的回報 其實看到科子的波動率 沒錯 是高達30% 五年來講 恆指接近20%左右 但是你說那個回報上面 科子我們見到五年回測 是多過180% 但是恆指來講 五年來講 都是接近30% 雖然就是說 沒錯它的波動率 會比恆指高 但是看到那個直播空間 匯報率 其實也比恆指高很多 也是剛才說 現在已經流行很多 科網股 或者科技公司 其實留意科子的走勢 也是大勢所趨的 但今年以來的表現又是怎樣 我們見到今年最多 我們會跟著科技指數 都最高是升到8200點左右 而且我們見到 譬如說 看回它的線圖 其實不會低於7000點以下 其實已經打了一個很硬的底 所以投資者就不需要擔心 就算有黑天鵝事件 好像上個月一樣 它都是大概在7400-7500左右 的點數那裡徘徊 好啊 不過投資者都是探心 因為想捕捉一下升跌的機會 會不會有其他的選擇 它跌的時候 我都可以有些捕捉的投資機會 沒錯 我們3033其實是在8月尾的時候 嘗試 追蹤這個科技指數 但大家都會說 我究竟出了這個指數 會不會有槓桿方向產品 就好像 恆指期貨 有7500 有7200 因為始終大家都可能會喜歡 駁一個壓外的回報 或者做一做對沖 因為剛才Stanley都說 很多投資者都會拿著ATMX 沒錯 以前就說 我們單方面去買升 但是如果做對沖的話 以前就沒有工具 但是上個星期 我們南方都已經出了 一批追蹤這個 恆新科技指數的槓桿方向產品 就可以做到一個指數 有三種不同的工具 給大家去補儲 即是有實物的 亦都有槓桿的 有反向的 就是我們現在畫面上見到 如果是看升兩倍的 有我們的7226 如果你要做對沖的 就有我們的7552 給大家去選擇 但是有什麼特點的呢 這兩種反向和正向的產品 其實因為它追蹤這個科技 但是我們如果投資者有留意的話 其實11月底的時候 是出了科子期貨的 但是我們這一批的產品 暫時是用調期去做 因為我們看到市面上 雖然是有這個科子期貨 但是成交相對沒有那麼活躍 沒有那麼流通的時候 我們基金經理就想靈活運用 這個產品 就用了調期去做底層資產 最多兩種最多都是40%會持有調期 其餘的都會在一些貨幣基金 或者是一些現金 去做日常的操作 而且都是好像7500、7200 它都是每天去調倉 做一個兩倍的效果 但是剛才Baba也提到 它出了一個科子期貨 為什麼我不選科子期貨 又要選這個產品呢 因為期貨呢 剛才就有說到 本身它那個流動性未必是很高 我們看到成交都沒有很活躍 所以如果是一個 我們如果用期貨去做底層資產 可能它的波動率會比較高 所以我們就目前選擇了用調期 而調期大家要留意 都會有它的風險 但是它最大的風險呢 都是交易對手方的風險 就是我們叫counter party risk 因為我們直接跟一些大型的投資銀行 去買一張調期去做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擔心 那些大型的投資公司 投資銀行會不會倒閉 這個就是一個他們最主要的風險 但是你看到相對 其實機會都比較低 但是我看到726和752 都是一個兩倍的產品 正向和反向 但是如果選兩倍的話 為什麼又不選牛紅證呢 有沒有說有什麼分別在這裡 是的 如果有玩開Wallum 或者牛紅證的朋友仔 都會知道其實 他們那邊的槓桿會是比較高 也是因為科子或者科技股 其實相對都比較波動的時候 也都會很容易會打靶 有一個強制收回機制 但是反而這些槓桿反向的產品 沒錯 雖然它只是做到 正向兩倍或者反向兩倍 但是它又沒有到期日 也都沒有人生波幅的 所以如果大家去做一個短線的部署 都是可以的 但是始終都是因為 投資者都有不同的選擇 始終都要選擇 適合自己的風險委納 或者自己投資組合的一些產品 去做部署才比較好 嗯 好啊 但是都想問多一點 因為始終 譬如我選一隻兩倍的正向產品 在不同的市況之下 會不會說有什麼時間值 我們要留意一下呢 沒錯 我們都可以看回 其實無論是 看升兩倍也好 或者看跌兩倍也好 因為它始終有槓桿 那產品本身呢 如果你長期持有 在一個波動的市況 就會有一個叫做複合的效應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頭兩個情況 都是一個叫做 我們處於叫做單邊市 要麼是長期升或者長期跌呢 其實都會是表現好過一個指數的 但是你看回情況三 就是說波動的時候 例如是一日升一日跌的時候 大家要留意 因為它是做每日的兩倍 但是如果你日升日跌的時候 它本身那個回報的基數不同了的時候 就會有個選號在 例如是今天是升10% 明天跌回到10% 以100元為例 你明天就算是今天升10% 明天跌10% 你都不會回到100元的水平 所以為什麼我們就是說 建議這些的槓桿反向產品 其實投資者只是適宜做短線的持有 不可以做長期的投資部署 如果長期的 剛才Stanley都有說到 就是可能拿回一些實物的ETF 好像3033就會比較好 可不可以說多一點反向 因為我知道如果是長升市況的話 它的損耗是會多一點的 如果是長升 就是單邊的市況 其實單邊市況 我們看回就是如果是長期升 或者是長期跌的話 其實它都會比指數好一點的 例如我們可以說 看回3月份的時候 如果Stanley或者大家都記得 突然之間跌回到21,000點的時候 又26,000跌回到21,000點 反而我們7500是跑贏了恆辛指數的 恆辛指數那段時間是跌了17% 但是我們7500就升了40% 所以就是一個單邊跌市的時候 反而這些產品就會outperform 即是反向的產品就會outperform 但是波動的市況 大家就要比較留意 如果是大家害怕的話 其實可能真的炒intraday即一 都是可以的 好啊 剛才都說到是適合短渣的 問問Stanley 其實好像現在這些市況這樣 適合買呢 適合買嗎 適合買嗎 坦適合就可以了 不是 不是 你剛剛說明這些市況之下 我覺得反而是要靈活一些的 是 因為問題是你說現在的市 特別是港股這邊 都真的好像日升日跌 還有你沒有方向 是 所以你說現在這些市況的尷尬 就是說 假設你可能長篩一些 可能是兩倍槓桿這些產品的話 有機會因為真的出現過的情況 就是說波動的事 因為單邊四天對於這些槓桿式產品來算 其實是最好的 就是最入利的 但如果有些好像這些市況之下 變相就真的要靈活 還有真的 我覺得可能你也要解釋 這一兩天的時間 可能突然間 或者就是那個科技股 或者叫科技股 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的時間 可能 增長溫是正向的 兩倍這一隻 但是你看到可能隔晚的時間 美股好像也沒有爭氣 甚至乎 好像回到今天的時候 有這些 可能反動短裂的消息的時候 還要做一些可能踏槍的部署這樣 因為現在的市況 或者我會覺得 你當成今年年來的時間也好 應該都是會比較 就是這種 橫行和拉脚格局 都會持續著 可能到真的 夏年才有一個比較上可能 某些的方向 所以現在如果大家入市的話 我覺得反而是要 彈性一點這樣做 嗯 如果買的話其實都要看緊一點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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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其實 剛才都提到 如果有一隻美團 例如說美團 或者阿里巴巴 其實是否也可以配合這些產品 去運用一個策略去做一個配合呢 沒錯 我們或者看看一些數據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個反平台弄亂指南 相信是上個月跌得比較急 亦都是跌得比較明顯的 大家都會記得 除了就是說 可能不單止是阿里巴巴 甚至是ATMXJ 都有連帶受到影響 我們看到在Bloomberg的圖表 就看到了 11月9日至11月11日 其實全部的這些科技龍頭 都跌多於10% 而我們3033 因為始終都是追蹤科指 這些都是一些重磅股 所以都是跌了11% 如果我們可以就是說 用3033去做一個例子 因為始終都是追蹤這個科指 如果當日是有我們7552的話 其實做一個兩倍的效果 反向兩倍 其實可以高達20%的回報 例如是說 如果投資者是拿著美團一隻 可能跌了19% 但是如果你用7552去回收倉的話 你都會有20%的回報 也是視乎投資者 就是說究竟是買多少 去對沖你們的個股 或者是你們的投資組合去做部署 那如果是你那個7226 正向產品又怎樣去配合呢 那7226就是 當大家可能見到一個反彈的趨勢 例如是說 這個反平台壟斷的指南 雖然是出來了 但是沒有說見到一些實質的政策 或者有些什麼措施去壓止他們 這個情況的時候 其實我們見到都會有隨即有反彈 那見到其實 3033也都會跑贏了一些個別的成份股 好像騰訊那樣 那如果是有7226這隻正向兩倍的話 我們預計它的回報都會是多達16% 那所以就跑贏了騰訊 所以如果大家都怕 未必說真的撈得中 如果大家好像剛才提到 撈得中小米的 那可能你的回報會更加高 那如果你說你撈巴巴或者是騰訊的話 可能就會差一點點了 那或者大家在部署過股的同時 都可以留意這些有槓桿的產品 去做一個額外的回報 嗯 亦都可以做一個兩手準備 不過 都問一下巴巴巴 市面上其實都很多發行商去選擇 為什麼我們要選擇南方東鷹呢 沒錯 那我們可以說回 雖然其他產品有其他的發行商 但是這一隻科紙的槓桿反向產品 目前就只有我們南方東鷹有出的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著 如果你說看槓桿反向產品來說 無論是AUM 即是市值規模 又或者是turnover 我們的日軍成交 南方東鷹都是市場領先的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怕 那個成交會不會不夠活躍 會不會不夠流通 因為始終 ETF或者這些槓桿反向產品 都是會有流通量提供者 我們叫做market maker 他跟我們做買買買的 就不需要怕 就不像過股 大家不需要說去高追 記住留意那個NAV 是一個合理價格水平的時候 才好買 就是最好的 是否一直以來都出過很多的 正反向產品 沒錯 我們都可以給大家看看 就是說 如果槓桿反向產品 其實我們南方東鷹都很完善 因為包含了不同的指數 例如是說 恆子期貨 又或者是美國納子那邊 都會有的 甚至是A股 或者是黃金的都會有 之前我相信我同事Kenneth 都有跟Stanley在這裡介紹過 是 沒錯 好啊 不過其實會不會說 有什麼風險是要注意的 我們都可以提醒大家 雖然就是說 有一些實物的ETF 也都是有些槓桿反向產品 剛才都有提醒過大家 不適宜做長線的持有 大家都要留意 因為始終投資涉及風險 基金的價格是可升可跌 所以我們都建議投資者 在投資之前 上發去我們南方東鷹的網站 那裏了解產品的詳情才能投資 這樣都保障他們自己 好啊 大家買之前都要留意風險 Stanley 是不是都要注意大家 要短線或者要留意 有什麼位置可以看 短線嗎 我覺得其實沒有 好像以今天為例 今天這個時間為例 其實如果你看得到它好像 因為這個 上色五的時間 有些可能你說 反斷斷一些消息的時候 而令到股價有比較大的震盪的話 反而我覺得可以播下反彈 因為這些消息 我前途上 我想都聽到很多次 但是因為 也很尷尬的 如果以現在來算的話 你選個股為例 你之後可以選下手的 其實真的不多 反而你現在說 現在還要播不播它們 播不播它們彈 都可能會很個別發展 因為你看得到 近日的科技股 開始出現的情況 就是 之前這樣 一起升一起跌 就好像有些分化的情況出現了 所以如果 某程度上 你選這些ETAF 就變成你煩少些 所以如果你這樣算 當你這一刻來算的話 可能你先搏兩倍正向 但是你說沒有的 如果你假設見到 美股那邊 開始那個勢又開始 有些震盪的時間 可能會減少一些反向來玩 因為 沒有的 我剛才提及到 今年年來的時間 例如港匯也好 或者甚至美股也好 一定是很沒有方向的 可能和下年 大家才會比較 叫做 異體一些 所以按道理 現在這段時間 都是和炒至上落先 好 大家都可以 帶著這兩款產品 7226 正向的兩倍產品 還有7552 反向的兩倍產品 亦都提提大家 以上的資料 內容 只是給各位做參考 投資涉及風險 大家投資之前 請長月上市文件 作出風險評估 並在有需要的時候 諮詢專業的顧問意見 也麻煩兩位 和我們這麼詳盡的分析 和大家申報 有沒有遲有以上題目的股份 沒有遲有的 Sanny呢 有這個騰訊 有這個阿阿里巴巴 等於沒有了 好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轉回來和其他直播節目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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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